卢州区公所选在母亲节的前夕举办模范母亲表扬大会 今年在各礼以及各单位的推荐之下 共有28位的模范母亲接受表扬 新美市副市长侯友宜她也特别到场祝贺 迎接温馨五月的到来 卢州区公所在母亲节前夕举办106年模范母亲表扬大会 新美市副市长侯友宜也亲自来到现场 献上真挚的祝福 妈妈节只不过是个节日但最重要的 我们身为子女的有空都要陪陪妈妈 因为妈妈是我们爱的中心 是我们家庭邻居的力量 妈妈在是我们雄眼幸福的一天 所以我们要常常陪陪妈妈 让我们的福报 让我们的幸福能够更美美满满 祝天下所有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对这在各礼以及各单位的推荐下 共有28位模范母亲接受表扬 其中由卢州区公所推荐的刘应兴女士 无怨无悔照顾行动不便的女儿 伟大的情操让人感动 很高兴谢谢长官 还有谢谢我们天上的上帝 愿祂祝大家心里快乐平安 就辛苦妈妈了真的 她很辛苦 所以很感谢她 也祝她母亲节快乐 在这一年一度属于伟大母亲的日子里 别忘了向妈妈至上最高敬意 也提醒大家把握和母亲相处的每一个时刻 因为有时候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记者坊间凯琳锦鱼 卢州采访报导